在最近这些日子里,胡塞武装宣称他们对多艘美军舰艇发射了反舰导弹,并且取得了从命中到重伤不等的战果。 当然,如果胡塞武装本来就是不可信的,如果他们的战暴真实的话,那么世界估计早就是胡塞武装的天下了。 毕竟如果胡塞的战暴可信,那么他们截止到目前已经击落了数架F22战机,击成了福特级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并且严重损坏或者击成了数艘为战斗群护航的伯克级驱逐舰。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那火力军建议,现在位于平均高度370公里变温层轨道的国际空间站,应当立即展开规避机动,避免哪天胡塞武装不开心了就把空间站打下来了。 火力军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的讲,胡塞武装不可能击沉美军舰艇呢?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如果胡塞武装的第二代亚音速反舰导弹真的可以突破美国海军用几十年打磨的标准加先进海麻雀加海拉姆加密集阵组成的对空防御体系的话, 那么,世界海军也不用绞尽脑汁,研发以NSMLRASM为代表的第四代隐身亚音速反舰导弹,或者是以雄风3告石为代表的第四代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现代舰艇装甲防护技术的进步,胡塞所使用的第二代亚音速反舰导弹早已无法对中大型舰艇造成致命伤害。 这是为什么呢?本期视频火力军就来和大家聊聊舰艇防护上的那些门道。 舰艇防护实际上是和海军作战舰艇一起出现的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风帆舰年代,拿战后到海战大规模使用开花弹前的这段时间,使用实心千弹的火炮, 如果炮弹棒重不足,则很难击穿敌舰使用交错布置的木质装甲舱壁。 比如到了18世纪后期,各国海军主力的三级战列舰,水线附近的船壳就已经可以抵御24磅以下的射弹的贯穿。 经典案例就是老铁甲舰宪法号,由于其采用了特化防护设计,所以在其和武士号单挑时, HMS-50号的18磅炮所发射的炮弹被宪法号的重型防护舱壁直接弹开,等到了风帆舰后期, 各国也均用钢板对重要舱室、铸炉弹药舱等地点进行了防护补强。 随着时间的发展,圆锥型弹体和装药穿甲弹也进入了水面战争, 在铁甲舰和前无尾舰时期,其防护思路一般被称为全面防护。 在这个阶段,各国的主力舰主要比拼的是谁的装甲更厚,谁的火炮口径更大, 这是因为往复式蒸汽轮机的普遍运用可以支持舰艇航速一定的前提下,取得更大的吨位。 比如美国海军服役的第一艘前无尾舰,印第安纳级USN俄勒港号, 其拥有18英寸的装甲带防御,堪称浮动铁王版。 除了部分上层建筑以及舰手舰尾部分无需装甲防护的部位外, 其全舰基本免疫当时最常见的57毫米速射炮, 大部分装甲可以硬扛6寸巡洋舰主炮的轰击。 等到了二战时期,为了减少装甲防护占排水量的吨位占比, 以及为了腾出更多排水量给武器升级, 所以这个时候一种被称为重点防护的理论应运而生。 当然,这里有一个误区必须说明白, 那就是全面防护和重点防护的区别。 实际上并不由舰艇的装甲覆盖面积来区分, 在水面舰艇全面防护时期, 设计师们认为, 舰艇的防护装甲厚度应当随舱室的重要性而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incremental。 它将装甲分为几个等级, 比如弹药库,这里的装甲应该最厚, 而锅炉轮机等的装甲厚度或许会次值, 而炮塔司令塔防护则是情况而定, 这也就导致一个问题, 由于一战末期到歼战期间, 海军火力从11寸快速上升到14寸乃至16寸, 这些火力对于以前200到300毫米装甲防护来说是碾压级的存在, 命中之后炮弹本身不仅会造成伤害, 炮弹崩落的碎片也会对舰体造成损伤, 但是如果以这样200到300毫米的装甲防护去建造一艘全面防护的军舰, 在无力抵抗14到16寸火炮的SAP的同时, 其吨位也会飙升到6到8万吨, 航速将会进一步恶化到16节乃至12节, 所以,相对于全面防护理论, 另外一些设计师提出了重点防护理论, 即RR-Nothing, 它的含义就是以重型装甲保护所有要害位置的同时, 在其他非关键部位只使用盖板, 将一条船的所有关键部位, 比如弹药库、轮机、指挥士等, 全部装进一个由两弦装甲带和首尾装甲墙组成的装甲盒中, 其余部分不设防护, 在大幅减轻吨位, 减少造价的同时, 也可以将更多的荣誉留给武器, 让战舰安装口径更大的火炮, 当然, 重点防护这个理论在二战时期也并不是被全面贯彻的, 除了美日海军以外, 二战时期其他国家, 尤其是欧洲国家制造的海军舰艇, 依然有防破片装甲, 穷甲, 次等装甲盒等设计, 这更多的是按照其作战环境来确定的, 并不能以落后一概论之, 随着反舰导弹的诞生, 厚重的炸制钢板装甲盒, 就被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反舰导弹的诞生最大的意义在于, 让千吨级的驱逐舰, 甚至百吨级的小艇, 也拥有了抗衡5到6万吨排水量的主力舰的能力, 以残为首的第一代反舰导弹, 几乎就是一种命中率极高的战列舰主炮炮弹, 在以前, 驱逐舰或者鱼雷艇, 想要重创敌主力舰, 唯一的方式就是冒着被副炮打成骰子的风险, 近距离使用鱼雷, 而反舰导弹的实装, 让驱逐舰和鱼雷艇拥有了战列舰级别的射程和火力, 反舰导弹只需要几发就可以瘫痪大型水面舰艇, 当反舰导弹对于战列舰而言, 可以通过重复打击上层舰柱来破坏其电缆, 测距雷达等设备, 直接瘫痪其作战能力, 而不必摧毁装甲河里的核心区, 从物理意义上击沉该舰艇, 所以在这个时候, 装甲似乎成为了一种无意义的死众,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反舰导弹的出现直接淘汰了厚重的装甲, 但是这并不代表水面舰艇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装甲防护, 事实上, 现代军舰取消的只是厚重的船体装甲带防护, 而非真正放弃了防护, 这是因为反舰导弹依然不是万能的, 反舰导弹的战斗部简单来说, 一般是一种半穿甲的高爆战斗部, 以鱼叉为例, 其使用的是221千克的战斗部加冲击引信的组合, 在冲击引信接受到足够的加速度之后, 它就会引爆战斗部, 杀烧目标, 所以这就引出来了一种使用装甲来反抗反舰导弹的方法, 由于引信的起爆时间有延迟, 所以对于部分反舰导弹, 尤其是超音速反舰导弹来说, 当弹体被装甲阻打, 弹头无法以纯动能击穿目标时, 其战斗部就极有可能因为动能的冲击被提前引爆, 或者在撞击瞬间破碎, 极大削弱其破坏力。 所以, 我们拿美军正在服役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防护为例, 它吸取了马导战争中装甲和反舰导弹对抗的真实案例, 制定了一系列装甲防御措施, 它并不使用普通的钢装甲或者铝装甲这种容易传导能量破坏舰体结构的设计, 复合凯弗拉层的创新设计, 并且依然使用重点防护思路, 其弹药库、轮机舱、指挥中心等部位被70吨凯弗拉复合装甲保护, 这一装甲重量后续升级到130吨, 最终约等效于3英寸厚度的钢装甲。 同时, 复合凯弗拉装甲对比起钢装甲的优势在于, 其被击穿后不会产生二次破片, 继续破坏舰体内设备和人员。 根据美国海军自己的测试来看, 它可以有效对抗五寸舰炮的半穿甲弹, 同时也能让鱼叉反舰导弹在引爆后, 不足以进一步破坏装甲后舱室。 除此之外, 对于小装药量超音速反舰导弹来说, 伯克级的装甲也有磕碎其战斗部削弱破坏力的作用, 而对于速度更快装药更多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伯克级的装甲也可以阻挡一部分爆炸威力, 从而为损管作业争取时间, 避免被一击秒杀。 让我们把话说回来, 为什么火力军认为, 胡塞武装重创或者击沉美海军伯克级驱逐舰是撒谎呢? 这是因为胡塞武装使用的最多的反舰导弹, 要么是努尔亚音速反舰导弹, 要么是刚刚展露头角的波斯湾或者莫西特反舰弹导弹。 努尔和莫西特的装药量均为150到200公斤左右, 其爆炸威力对于伯克级的装甲防护来说, 造成的损坏将不足以让其回港维修。 即使考虑到胡塞最新的波斯湾2是一种500公斤的ASBM, 它也无法对伯克级这样排水量约9000吨的目标一击秒杀。 而这些导弹无法做到秒杀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自然也就无法做到所谓击沉艾森豪威尔号。 实际上,不只是驱逐舰, 美军的航母也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装甲防护。 虽然现在福特级的装甲防护依然是绝密,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前几级航母, 尤其是尼米兹级, 来推算福特级的装甲防护水平。 根据多个语言的信源, 尼米兹级的装甲约为这么几层。 首先是顶部的50毫米装甲飞行甲板, 加14毫米的装甲机库顶板。 水线防护则由63.5毫米的凯夫拉复合装甲, 加荣鱼舱室来对抗掠海反舰导弹的攻击。 最重要的核动力反应堆也额外铺设了65毫米的装甲, 外加其余的千层来进行防护。 可以说,尼米兹级除非是苏联海军P700花钢岩的750千颗弹头, 以2.5马和直击要害才有可能一发入魂之外, 其余的诸如飞鱼和鱼叉等亚音速反舰导弹, 对其基本很难造成伤害。 而尼米兹级尚且如此,又何况更先进的福特级呢? 所以,通过以上的论述和介绍, 各位想必也能了解, 胡塞武装所谓击沉美军驱逐舰和击沉美军航母是何等的笑话, 而这种笑话竟然也有人信誓旦旦, 算作胡塞武装的所谓战技, 也真是一笑大方的行为, 现代战舰不仅拥有相当轻量化针对于反舰导弹设计的装甲, 还拥有先进的损管能力和优良的结构溶余度, 从避免被击中,避免被击穿,避免被击沉等多个维度, 综合设计了现代水面作战舰艇的生存性, 可以说,想要真的击沉现代战舰, 那绝不是简单的拥有ASM或者ASBM就可以做到的, 而这种能力,也是现在的胡塞武装所做不到的。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火力君,我们下期视频见。